看我手上的車票是不是很特別 這是台北捷運和陳華廟 一起合作販售的月老車票 台北捷運藍色票物機 變身少女粉色系 機台只有在雙連站才用 這是專賣月老車票的票物機 今天就是有在新聞上 有看到這樣的活動 這樣子就過來了 就是覺得滿有趣的 就是想要留做個紀念 他說買完之後趕快去找他這樣 一年一度就好像很少這個東西 想說留個做紀念 需要先遇到好桃花 這面是千錢造型 寫著百年好盒 背面則是月老頭像 購買時螢幕會出現 單身和非單身兩個選項 雙雙對對的意涵 票卡啟用之後並不回收 可以讓您永久收藏 桃紅色車票 象徵月老的紅線 愛情的顏色 一天內不限距離 可以搭乘捷運兩次 月老車票白色情人節這天 吸引不少民眾注意 但其實3月14號 是知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生日 還被定為國際圓州綠日 國際數學日它 其實最一開始 大概就是取一個 剛好數字上面巧合 因為圓州綠的近似值是3.14 所以3月14號 它就是一個還滿有 數學意味的一個日子 圓州綠日最早由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所提議 後來真的成為節日 3.14對學界來說 是數學中重要的常數 但對戀愛中的情侶來說 卻是浪漫情人節 過節主題各不同 近新聞曹子函 瑜伽偉採訪報導